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在节目的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看巴西语言家朱瑟里诺 他在2023年9月30日对10月份的最新语言 朱瑟里诺在10月份的新语言中 他一共做出了45个语言 我们挑出11个语言分享给大家 其中涉及到中国大陆 台湾与香港有关的预言一共有三个 好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第四个语言 日本该国部分地区出现暴雨 大风 洪水 强震和台风小犬 可能袭击该国 经济危机 第九个语言 风暴箱可能会袭击中国大陆 台风小犬可能袭击中国大陆 澳门 香港和台湾 机场会因出现问题而关闭 大风和洪水会给商店和学校带来严重影响 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 危机涉及房地产和其他行业 第十四个语言 土耳其可能会因强震袭击 导致山体滑坡和人员伤亡 强降雨也会造成破坏 第十五个语言 菲律宾和韩国可能会遭台风和强风暴袭击 台风和强风暴会造成水灾 并会给这些国家带来人员伤亡 第二十个语言 风暴飓风 可能袭击美国并给美国带来巨大损失 包括可能的人员伤亡 风暴飓风还会带来大雨和洪灾 同时高温会引起火灾造成破坏和损失 经济危机加剧 第二十三个语言 印度会有降雨和洪水 而该国一些地区还会缺水 这些降雨洪水和缺水带来了很多问题 印度可能发生强烈地震和飞机失事 第二十八个语言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可能遭受大洪水 龙卷风袭击 造成人员伤亡 其中一个国家可能会发生强烈地震 第三十一个语言 在香港将有一个重大的涉及一家加密公司的丑闻 而且在大陆管辖地区会有几人遭到逮捕 第三十四个语言 意大利可能发生强烈地震并带来损失 部分地区有大雨 第三十六个语言 台湾有可能会发生7.0级强烈地震 造成人员伤亡 强台风也将带来强风 暴风雨 第四十二个语言 马来西亚 柬埔寨和越南的大雨可能导致洪灾 朱瑟·李诺说十月 风暴可能会袭击中国大陆 台风 小犬可能袭击中国大陆 澳门 香港和台湾 机场会因出现问题而关闭 大风和洪水会给商店和学校带来严重影响 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 危机涉及房地产和其他行业 朱瑟·李诺是在9月30日做出的预测 刚进入十月 我们就发现台风真的又来了 据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 中度台风小犬增强 最快三日发布海警 不排除当天发布陆境 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 台风小犬通过台湾南端附近时 直逼中台上线 台风小犬一日晚间八时增强为中度台风 台风中央气象署脸书发文表示 预计二日深夜至三日清晨发布海警 三日下午至晚间发布陆境 提醒民众4至6日台风最为接近台湾 届时影响会最显著 提醒大家台风正在接近中 请多留意台风的最新动态 适时做好防台准备 而据日本气象厅观测 今年第14号台风小犬不排除可能登陆台湾 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 台风小犬是日本命名的 意思是指天上88星座中的小犬座 台湾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 兼任副教授吴德荣 今天在三例准气象老大谢天机表示 2日凌晨2时 中央气象署路径前市预测图显示 中台小犬持续增强 未来以偏西方向通过台湾南端附近时 中心平均风速将达每秒45公尺 直比中台上限 其路径70%概率范围 包括大部分的台湾及巴士海峡 反映路径预测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至于台风小犬 会不会像朱瑟里诺所预测的那样 袭击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 我们会持续关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刚刚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事件 10月2日湖北校感义村委会收治安费的话题 引起了大陆网络热议 网友称收治安费犹如鬼子进村了 或者说就是黑社会 2日村委会收治安费每户50元的话题 登上了大陆社交平台热搜榜 一张网传的通知显示 湖北校感市一村委会 9月26日下发缴纳两险三费的通知 通知要求村民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费用 其中养老保险400元起步 医疗保险为每人380元 另外三费是指 卫生费每人35元 治安费每户50元 民生救助费每人10元 缴费时间截止到2023年的11月30 10月1日当地一名村官对陆媒红星新闻称 当地确实下发了网传的缴费通知 而且已经推行两年 该村官称 此缴费项目是当地与保险公司联合推出的惠民项目 又宣称是自愿缴纳项目等 治安费实则为治安保险费 一户50元 若家里有自然灾害盗窃意外伤亡等情况 会进行赔偿等 然而大陆网友并不相信官员的解释 大家纷纷表示 治安费就是村干部给村民的保护费 如果是保险公司的 为什么不直接说是保险呢 是欺负村民没文化吗 居然写的治安费 就是跟流氓收保护费没什么两样 别洗白了 这是黑社会吧 越来越不像样了 感觉什么都乱了 治安费 鬼子进村了 这是明目张胆的收保护费 光明正大的收保护费 都不需要偷偷摸摸的了 也不用穿西装了 吃相难看 解除村委会就像解除物业一样 根本不需要他们 还有网友说要严查到底 这样的网友还是太天真 咱们就问问谁来查 有人就问了 还有网法吗 还有法律吗 这话听着好像电影里的 但是现实中的确是没有网法 没有法律 即使有也是为了欺负老百姓的 也绝不是为了惩治真正的罪犯的 还有来自不同地区的网友也表示 当地有在收保安费 比如武汉和河北的网友就说 我们村之前也发收50元通知 武汉的河北省邯郸市济南新区都收了 山东网友也说早就收了 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 这个治安费合不合法 我们这里是每户十元 还有贵州网友说 我家前年开始收每户一百 看来这已经不是一个新型的收费了 而重要的是中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这个费用是干嘛的 也没有人问 看网友的这个反应 这个费用不像是保险费 更不像是自愿缴纳的 而是中共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 给自己搞的财政收入 可是在老百姓这里 又是一笔糊涂账 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志向 政府的收入和开支 都是不公开的不透明的 而老百姓对于政府 从自己手里收的钱 到底是干嘛用的都不敢问 更别说知道政府是怎么花了 到头来就是一笔糊涂账 中共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流氓政权 比鬼子禁村要可怕的多 纵观其百年历史 中共就是一个十恶俱全的 真正正教合一的邪教 即历史上骇人的邪恶经验和流氓手段之大权 在控制一切的极端狂妄变态心理作用下 一帮子道德极其低下的流氓 操控的政权 干出的都是没有底线的坏事 可以说正是黑帮加流氓加邪教这三大性质 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也最荒谬的一夜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刚在中国大陆爆发的连环地震 10月1日晚至2日中午不足24小时 中国大陆四川贵州接连发生四次地震 2日中午中国地震台网称 2日12时41分贵州碧杰市威宁县 北纬27.17度 东京103.94度 发生3.6级地震 震源深度是10千米 地震发生后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博称 因贵州碧杰市威宁县地震 该省境内铁路沿线及部分车站均有不同程度震感 紧急封锁境内六条铁路相关区段线路 途经列车将晚点运行 还导致接续的始发列车晚点 地震发生后 碧杰市威宁以内震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的网友说 威宁以内震感强烈 长安易江南春说 云南昭阳区也感受到了 在北京的网友也说 是不是还有其他地震啊 我在北京感觉晃了十几秒 我刚刚感觉晃了几秒 还是错觉呢 还有网友说 昨晚四川三连震 今天贵州有地震了 地震有点频繁呀 10月1日深夜10时16分 夜间7时47 夜间7时34分 四川甘孜州石曲县 发生3.3级4.2级4.4级地震 震源深度分别为15千米 10千米14千米 而在9月19日晚 四川成都就出现过飞龙在天的异象 当时有目击者表示 飞龙盘踞在夜空几个小时 十几公里之外都能看见 不知这个飞龙与10月1日的地震 有没有关系呢 大家看看前脚刚刚才送走多灾多难的9月 后脚迈进10月的第一天还没咋地呢 四川和贵州已抱连环震 接下来可能又要面对新一轮台风的攻击 面对着一波波没完没了的天灾 很多人的心态可能都不是躺平了 都准备开始摆烂了 因为很多人觉得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但是就像我们一直在反复的和大家说的一样 所有天灾人祸都是因为人们背离神而招致的 因为人背离了神就没有心法约束 道德就会下滑 人的精神堕落了 物质世界就开始跟着崩膀 而慈悲的创世主一直在看护着人类 只有回归神指的路才能获得神的救度 所以守住心底的善 遵循神给人规定的思想行为标准 远离邪恶的共产邪灵 重新找回传统道德与文化 神就会必有人走过各种灾难 走向美好的新纪元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